叶末君被帝君赶出来后回去找聂初盈帮忙 聂初盈提议盗取帝君的索魂玉 叶末君用吊虎离山之际骗开了帝君 自己去宫殿偷取索魂玉 帝君发现时为时已晚 索魂玉已经被盗 帝君找到叶末君和他打了起来 知赫在膳房看到凤九 想到帝君对凤九的态度动了杀心 正想从背后偷袭凤九 陈与元君突然赶来救了凤九 知赫自讨没趣离开了膳房 陈与告诉凤九 帝君和叶末君正在打架 凤九听后立即跑出去 说要去替帝君助威 帝君在和叶末君打斗的过程中 中了聂初盈的招 掉进了十恶莲花镜 凤九用自己的皮毛 换了聂初盈的五成功法去救帝君 却不小心伤了自己的爪子 此时姬痕听从聂初盈的话 赶来阻止叶末君 帝君看情况不妙 使用法力驱走了恶魂 被困在十恶莲花镜的帝君 亲自为凤九爆炸伤口 凤九为了证明自己不笨 吐出火来竟然把自己的 另一只爪子烧着了 帝君说他是一只笨狐狸 凤九有些失望 凤九想吃熟地瓜 帝君升起火来给凤九烤地瓜 凤九还趁帝君休息时 偷偷亲了帝君一下 凤九身体感到有些不适 击痕喊来帝君 帝君却说凤九与人亲近 有了身孕 凤九听了开始担忧自己不会生小孩的事 极很喜欢凤九 想要把他带回魔族 帝君不愿意抱着凤九回来九重天 帝君害怕凤九再受伤害 还将化为小狐狸的凤九圈禁起来 暂时交给了丛林抚养 凤九是真的怀孕了吗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 三生三世真上书速看吧